大家好,又是麦莉絲馬 在大馬,沒有輛車怎麼可以的? 現在我們先記錄買車的過程 在未有車期間,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找這件事代步 所以我們租了本田市場 出發前,當然要找一間茶室喝一杯飲料 因為今天要逛逐一日 我們要談談一會的行程 在馬來西亞,有世界各地的車廠 所以什麼車種都可以買到 有貴、便宜車都有 就視乎你的預算決定 在大馬,我們沒有打算買寶馬、Benz 我們最主要是買車代步 我們就看過幾個車種 有豐田、福士、掃把路 也有萬事得 這架萬事得CX8是新的 它是七人座位 而且內櫳空間感很好 但真是不好意思,勾了我們的預算 所以唯有放棄 但在本地來說,萬事得是非常好 但在香港,萬事得不是首選 在馬來西亞,有一個現象 在路面上,10架車內 有兩三架都是農夫車 這些應該是在馬來西亞和泰國才會有 在香港就真的見不到 我老公也很喜歡買農夫車,但我不給而已 好,帶大家去看日本車 本田這個牌子 我在香港也是駕本田這個牌子 所以我們也目標在BRV的模特兒上 因為它的內籠 而且是七座位 很適合我們的目標 好,既然喜歡,就去試試車 好了,這架BRV是七座位 想試試它的內籠 好,坐上去試試 但一坐上去的時候 就發現前排都可以寬敞 但中排和後排 可能是因為我們家四個都比較牛公馬大 坐上去就覺得比較窄 第三排位置,如果我大仔坐上去 都不太能坐得到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來說 七人車未必可以坐到七個人 他們有一架王牌的 就是CRV 但我老公很喜歡的 但我不讓他買 因為勾了預算 吃了 又到吃飯時間 我們去了Finn Demasara 我先去找一間茶樓去喝茶 這間酒樓叫做月潮 它的點心 跟香港五星級酒店那麼棒 但它的價錢 就是香港普通酒樓的價錢 不是只有五星級的 皮蛋瘦肉粥 炒蘿蔔糕 水晶餃 糯米卷 還有樓沙包 虾餃 腸粉 燒賣 燒腩 蛋撻 這全部都是我最喜歡吃的 这间茶楼的水准可以比较香港的五星级酒店 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去试一试 在喝茶的时候,跟朋友聊天,说一下买车 他介绍了本地大马的最大的车厂叫Proton 他的车比较高,等待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去看看 好了,我们去Proton见识 这个品牌以实用车为主,有小型车、房车和七人车 以前Proton是全权生产和管理自己的车厂 但在这几年,他就和吉利合作生产车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吉利是一间最大的生产车公司 大家看看,Proton之后所生产的车 空间感很足够,就算是房车,你进去也不会觉得很逼劫 它又有七人车,更加空间大,让大家去选择 你看看,这一架这么宽敞的七人车,它都是七万架而已 如果你买日本的BRV,它要成九万架,所以价格相差很远 近几年,Proton和吉利合作生产了一部车,X70 这一架车是打响了名堂的,令到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占有率很高 在街上的十架车,你有一架车都会看到是X70 哇哇哇,这架真的是我们喜欢的X70 你看看它外形,很漂亮,在内拢有空间感耗足 你一坐上去,你不会顶头,又不会顶手顶脚 所以真的很高兴 它是用了电子标板,还有真皮的皮椅,还有3D导后镜 这些装置,其实要在宝马的程度才会有这些装置 它有多宽敞呢?让我示范给大家看 对啦,我坐上去,脚前的膝头 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才会到背部 小孩子坐上去,直接可以拼手拼脚 你知道啦,我们有时候抽放学 话书包,饭壺,几十个 如果内拢不够足,那就很辛苦了 还有我们有时候会去旅行的嘛,放行李 最重要是空间越大越好 X70实在太多人去买了 很热壮,所以我们等了半年才能拿到车 真的等了很久啊 这么辛苦等到收车那一天了 当然要拿车去漫游马来西亚 还有当然去旅行啦 我们看看吧 它的车尾箱有多大呢?是不是夸张的? 好了,展示给大家看 你看看,如果中间的牌椅摺起了,可以睡三个人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都能睡得到 我们有时候会摺起的单车 两架大单车都可以摆得到,还可以摆得到行李 我已经做了几次的维修保养了 它的服务呢 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如果你比起香港的维修费呀,保养费呀 哇,这个比较几倍呀 在马来西亚做 记得订阅和like我们的channel呀